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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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23号 华林秀林乡同门部落族人 拦截林巫局运送珍贵木材下山 当地居民将卡车拦下 不准卡车离开部落 7月15号在南途新乡 又出现台大实验林管理处 用卡车栽运珍贵的红炬木树头 引起当地布农族人抗议 台大实验林管理处表示 是要防止盗罚者的基瑜 才会将岛墓运下山 但却没有智慧当地居民 律师表示 依照原机法都应该要先告知当地族人 国家说这部分他要把它拿去变卖 其实这部分到底他有没有权利 或者说他要运下山 是不是应该要跟原住民族 当地的部落 其实应该去跟他们商量 取得一个同意才可以 如果原住民优先有 可能有自用上需要 不管是部落的造景 或者刚好有房子破损需要建造 其实应该是优先给原住民来使用 对族人来说 传统领域范围内的林木 是祖林留下来的资产 不能够带下山 但面对原机法恐有母法 相关配套此法迟迟未有进展 始终无法落实保障族人权益 也造成各中央单位 对原机法的漠视 学者表示传统领域的调查与公告 相关单位应该列为当务之旗 持续传统领域的一个调查 然后尽早将这个传统领域 调查的这个结果 能够公布 然后交给各族群来做确认 进而让各族群 他们可以 以这个传统领域的调查结果 进一步主张他们的领域的权利 学者王明辉提议 原明会应该要拟定应应机制 并召开相关学术研讨会 让族人进行经验交流 从事件中了解与政府之间的角色关系 律师则建议族人要团结坚持 表达诉求 让政府机关正视 才能避免快步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接着我们在大陆台北市采访报导